這一段離田的事情 離田離起來是為了誰 這件事情我很納悶 為什麼都沒有人想要去了解 2010年7月2日 我到國衛院開跟一個重要有關的會議 通常在國衛院開的都是 從台北交通車直接就開到院裡 那天因為我遲到了 後來搭苗栗客運 隔壁的農民跟我講起來 然後下車以後開車帶我去繞了一大圈 我才知道離起來的錢 是要給郭台銘的全創 已經在那邊的廠台他要擴建 當地的人民完全知道 都知道這件事情 當時我本來想要 趕快的寫一篇報告 結果轉眼之間上了Youtube 想說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在意 沒想到 直到現在 我問起很多人 很多人都不曉得 這個田是要給郭台銘的 所以我浪漫的有兩者說 為什麼大家 不追究說這個地是要給誰的 很多人都以為是要給 或是劉政鴻要的 那去問劉政鴻 要不然就是某個科學園區 就是這種模糊的 劉政鴻他只是一個縣長 他不可能直接要這個地 他只是為了某人要這個地 不過到現在呢 因為一些大學的社團 我從四星大學的社團裡面 我知道有人已經知道 這件事情 但是 為什麼這個消息 無法擴散看得來 有人是說 即使記者要 記者寫下來了 但是報老闆不只怕公公 好 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 你怎麼知道 農民說這個是郭台銘 就是郭台銘的呢 我都為什麼 這個 這個都是可以去查的啊 就是要不然直接問劉政鴻 要不然就是到當地農民去問 因為群創在那邊是已經 有很長久的歷史了 大的都已經蓋在那邊 好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後來郭台銘他自己講說 他已經跟元寶 其實是我 10月21日 就才十幾天前 我跟台大的 我問台大的國語社 這件事情 台大的國語社 然後他們也說 他們說他們不知道 這個地瓜錢是要給 那我就把我剛剛講的 再講了一次 他們說他不知道 所以我才在講 然後後來其中一個女孩子 跟我講說 那地後來都不要 我當時 因為這句話沒有敏感度 後來再去了解說 到底什麼不要 是什麼意思 原來他說不要的意思就是說 郭台銘呢 又跟元寶還是什麼的 那個網路上都可以查到 反正這種都是查不到的 說元寶合作 那也就是有地了 所以就不需要這塊地了 那當地人說 那不需要這塊地 那麼地是不是就可以還我們呢 結果還是沒有還他們 那我現在再回頭一講 我剛說台大的國語社 那個人還是跟我講不知道 所以我才跟他講這個事情 但他後來又跟我說 他後來 那塊地他後來不要 會講這句話 表示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開始跟我講他們知道 這個事情其實是更危險 這是我更難過 我更在意的地方 就是說一開始 我不了解的只是那個模糊的大眾 為什麼大眾都只安寧一半說 這個地發起來不應該 沒有去追究 說這個地發起來到底 Z是要給誰的 然後到後來 第二個是說 怎麼 怎麼 不可能只有我知道 我是意外製造的 那 苗栗造谷是什麼 什麼深山野外 一定有人知道 那會有什麼這個消息 封入水的這樣 幾乎都不知道 那直到我 10月21日 我是從士興大學 那邊有個叫蔡恬衛老師 可以問他 我想我像那邊 可以問得太清楚 還有就是說 欸這個是不是要給 那個 給農民的 欸那個給 尋唱 郭台銘的 就直接過去問嘛 就直接就去問吧 那地人全部都知道 好 那不是給他那年紀 找出另外一個 到底是要給誰的 總是有給某一個人的 不要用一個模糊的 科學園區 好 什麼科學園區 什麼科學園區 圖科 新竹科 中科 南科 那就是什麼科 反正就是說 如果只要 我講這樣沒有要到 要相信 我是希望大家 把點光提供到 注意到這裡 然後去瞭解 我叫曾俗文 我是凡義計劃聯絡人 凡平凡的凡義 其義的義 曾是中國凡的真俗 新俗文是個心理文的文 黃字編在蓋的文在的文 你是說是什麼什麼單位文 我是凡義計劃聯絡人 平凡其義 好 謝謝你 謝謝